女人一觉醒来 腿上竟然长出了黑木耳 这还不止 先是胳膊上冒出蘑菇 接着耳朵里钻出金针菇 甚至还有藤蔓想钻进她的嘴巴 只因这片原始森林漂浮着一种古老的包子 一旦吸入体内 就只能等死 挪动树枝 里面藏着一条腿 凑近再仔细看 分明还戴着一枚戒指 其实这就是感染后的人类 奇异的菌类会慢慢吞噬肉体 最后将人变成没有意识的真菌怪物 这片树林原本与世无争 直到波妹和黑子跑来送人头 作为护林员 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处巡视 然而这一次 波妹却通过无人机 看见了一个诡异的人影 紧接着无人机便失去了信号 波妹根本没想过会遇到危险 执意要靠岸寻找 但等她进入丛林后 却发现无人机已经不见踪影 而此时的山路上已经出现两名野人 再回去的路上 他们恢复好制作的陷阱 又小心地戴上了口罩 随着一朵蘑菇被取出 肉眼可见的包子粉开始随风飘荡 他们仿佛有意识的群体 成群结队的附着在周围的军落身上 等包子粉全部离开后 二人把可食用的部分装入竹筒 之后转身离开 倒霉的波妹很快来到陷阱处 锋利的尖刺扎伤了她的脚掌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眼前却快速闪过一道黑影 周围的草丛里也不断传来奇怪的声响 来不及思考的波妹只能忍痛拔出尖刺 惨叫声也惊动了不远处的黑子 此时天色渐黑 但丛林深处却传来一束诡异的红光 细色的粉末也开始随风飘扬 波妹向着红光一步步走去 却在背后发现一座小屋 确定没人后 波妹疲惫的晕了过去 但等她醒来时 却诡异的从嘴里吐出了一颗种子 此时两名野人也恰好回来 看见屋里出现一名美女 一名野人立刻扑了上去 三秒钟后 野人帮波妹包扎好了伤口 原来这两位野人就是传说中的山姬和浩南 山姬曾经是一名植物学家 他的妻子得了骨癌 临死前带着山姬来到这片丛林 并且生下了阿南 此后山姬和阿南一直居住在这片丛林里 就在三人享受着丰盛的晚餐时 外面的小黑子却遭遇了危险 他在树林里摔了一跤 结果被一个头顶蘑菇的兄弟拦住了去 这家伙大贼一招 可怕的包子病毒立刻疯狂扩散 黑哥跑到一棵大树下喘气 却没料到身后的藤麦已经到了后脑手 而另一边 阿南对于波妹的到来非常的好奇 他从小在丛林长大 二十年没见过女人 当看见波妹昏睡中露出的春光时 阿南彻底迷失了自己 不知不觉间 他的手就不听使唤的摸了上去 等波妹醒来时 身边已经没人 但他却惊恐的发现手上出现了几个草莓 忍着剧痛拔掉后 竟然再次醒了过来 原来这尼玛竟然是个梦中梦 波妹通过无线电联系上了黑哥 却听见里面传来一阵惨叫声 为了指引小黑前来会合 波妹点燃了篝火制造烟雾 却被闯进来的山姬一盆水浇灭 山姬解释说白天生火会引来怪物 可波妹根本不信 然而就在当晚 波妹突然被山姬捂住了嘴 原来她身边竟出现了一根诡异的藤蔓 而门外也不断传来奇怪的声响 入外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要从来 就连门栓也被撞得砰砰响 山姬想起身去帮阿南 诡异的藤蔓立刻再次出现 关键时刻 山姬一刀斩断藤蔓 随即小心地捂住口 此时防门也终于被撞开 一只长得像防拳教育的怪物 阿南一个精准的剑术下去 打出了一个暴击 怪物哭着跑了出去 几人刚想上去关门 黑暗中却再次冲来一只蘑菇怪 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蘑菇 波妹也惊呆了 这种怪物虽然眼神不好使 但对声音非常明智 怪物并没有伤害山姬和阿南 她的目标似乎就只是波妹 就在波妹即将被怪物抓到时 阿南拔刀冲了上来 她在怪物身上连筒几刀 山姬也趁机一棒挥出 一通操作下来 怪物虽然被击退 但山姬此时已经被抓伤 而波妹也被淋得满身是血 还没来得及反应 波妹就被阿南一把抓住 并迅速脱光了她的衣裳 波妹一口无讳补出 地上的孢子病毒立刻升温发扬 山姬把刚才的无血收集好 并且解释这是一种古老的真菌 它会吞噬人类的眼睛 嘴巴和肺部 而肌肉则用来长蘑菇 所以那些怪物才会头顶蘑菇 而且个个都是瞎子 收集好污血之后 山姬偷偷来到一个神秘的树洞前 先是拿出一块肝脏宫镜的摆好 接着跪地祈祷 随着洞口的包子粉随风飘扬 肝脏迅速腐坏 随后再倒入鲜血 洞里面立马出现一个神奇的事件 几根细长的蘑菇疯狂生长 原来这就是治疗包子粉的解药 作为一名植物学家 山姬早就掌握了这片丛林的两大秘密 会让人中毒的包子粉末 能够解除毒素的细长蘑菇 山姬吃下一根蘑菇 另外一根则给了阿南 此时山姬的伤口也瞬间恢复 但她却并没有给波妹带去解药 反而要赶波妹离开 偏偏此事波妹却发现 她的手上已经开始出现蘑菇 山姬的绝情让阿南非常愤怒 阿南非常不舍地波妹离开 她喜欢波妹 却又不敢违对父亲的命令 在回去的路上 波妹意外捡到了黑子的手电筒 她沿着小路一直寻找 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恐怖的荧幕 山姬将箭头伸进黑子的嘴里 黑子坚决地选择了自杀 此时周围再次传来奇怪的声响 担心阿南被蘑菇怪袭击 山姬迅速跑回了木屋 关上了房门 此时也顾不上宋波妹离开 可就在当晚 波妹就感觉耳朵里长出了什么东西 接着又发现腿上出现了几颗黑墨 虽然忍痛拔掉 但这些蘑菇很快又长了出来 看到山姬并没有感染 波妹猜测山姬一定有解药 她恳求山姬给自己一份解药 而条件是自己会留在丛林里 山姬心动了 她乐颠颠地跑到树洞前 然而这次树洞不但没有长出新的解药 反而向山姬提出了可怕的要求 回到木屋的山姬精神恍惚 即使看见波妹和阿南的暧昧行为 也没有阻止 而波妹一直没有放弃离开这里的打算 眼看山姬没有拿回解药 于是她把目标转向了阿南 年轻的阿南哪里是波妹的对手 在波妹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下 阿南也心动了 于是她趁着山姬再一次给自己喂解药时 偷偷把解药含在嘴里 然后喂给了波妹 自从得到解药之后 波妹再次打起了离开丛林的主意 但自己一个人离开肯定是不行的 她没有把握对付路上的蘑菇人 于是波妹再次找上了阿南 单纯的阿南此时已经成为了恋爱脑 她不但教会波妹射箭 甚至还带着波妹去见了自己的母亲 原来阿南的母亲早已经跟大树融为了异体 甚至已经变成树干的手指上仍旧还带着婚戒 为了进一步拉近跟阿南的关系 波妹慷慨地把自己交给了阿南 甚至还故意在山姬面前秀恩爱 但是只要一有机会 波妹就会鼓动阿南跟自己离开 夜晚 趁着山姬出门祈祷的机会 两人偷偷出门 谁知还没走多远就被山姬抓住 眼看儿子竟然要扔下自己跟女人私奔 山姬非常愤怒 眼看阿南无动于衷 山姬又拿出阿南的母亲说是 阿南最终被打动 选择回到山姬身边 波妹只能独自离开 可刚走到一半就遇见了一头蘑菇人 她只能再次跑回木屋 然而此时的山姬已经彻底陷入了癫狂 她竟然打算献祭阿南 以此来满足树洞的要求 她坚信孢子病毒会扩散 人类世界最终会毁灭 而她将会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她在阿南背上狠狠割了一刀 随着刀尖一滴鲜血躺出 树洞再次做出了回应 山姬一把将阿南按倒在地 卷起的藤万迅速缠上手臂 正当山姬准备一刀劈下时 波妹也跑到了这里 她一箭射中山姬的大轨 此时正多束缚的阿南也跑来帮忙 就在两人扭打的时候 躲在暗中的蘑菇人却扑到了波妹的身边 阿南只好又转身去救波妹 好不容易打倒怪物 波妹又被山姬拖走 情急之下阿南也顾不上父子之情 直接一刀就捅在山姬背后 两人仓皇离开 留下山姬自生自灭 如果没有解药 受了伤的山姬根本活不了多久 但波妹也好不了多少 即使是拼命清洗了身体 可还是染上了孢子病鬼 等她再次醒来时 身上已经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魔魔 只剩一张脸苟延残喘 而此时的山姬也已经陷入绝望 她的背上同样长出了魔魔 无论如何祈祷 甚至涂上自己的鲜血 她的树洞神都没有回应 最后山姬也绝望地成为了养粮 故事的最后 波妹借着匕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阿南则只身一人回到了故事 可当阿南吃完一块汉堡离开后 她身后的面包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发霉 包子病毒就此进入人类世界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